近日,北京卫视频频推荐肖战已成一种惯例 其频道每天基本都有肖战相关的节目 此外,北京台春晚多次对肖战的表现表示肯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他有望登上2024年春晚的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,北京卫视直接用风神如玉来形容肖战 称他为美男子,巨蜥 随着跨年和春晚舞台将近 作为备受期待的顶流实力派艺人肖战 何去何从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性的就是北京卫视 已经两次明示,一次夸赞肖战敬业 一次直接就是北京台春晚点名,不言而喻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和北京卫视也是老朋友 官方非常欣赏肖战 不止一次夸赞肖战是美男子 风神如玉,敬业踏实等,认可度破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都在等待官宣 目前肖战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还没有杀青 应该是进入了尾声,这段时间就会顺利杀青 在这部电影完结后,肖战就会马不停蹄,无缝衔接进组 新剧《藏海传》已经拉开序幕 总之,祝福肖战 明示也好,暗示也罢,安心等待即可 相信肖战接下来的好消息会越来越多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也期待肖战即将在春节档上映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的表现不会让观众失望,从来都没有 肖战未来可期,顺顺利利,再接再厉